为解决部落满藏的议题 提倡纳谷设施公园化的目标 秀林乡公所在三战公墓纳谷墙基地举办了 秀林乡景美村三战公墓纳谷墙动工祈福仪式 乡长王美贵代表会的政府主席 还有多位代表及村长部落主席组长等 都一起到场参与祈福仪式 为了解决部落满藏的议题 提倡纳谷墙设施公园化的目标 秀林乡公所在秀林乡三战公墓纳谷墙基地办理 秀林乡景美村三战公墓纳谷墙动工祈福仪式 秀林乡长王美贵代表会主席陆彦林 副主席丁一方 本乡中区代表景美村长部落主席 组长等布拉旦部落干部一同来参与祈福仪式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真的有太多我们的族人的不了解 所以影响整个我们在做一个推动的一些阻碍 但是我们也还是用就是耐心的一个方式跟态度 去解决所有村民的疑力 所以在这里 你要拜托未来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现任的所有代表 我们要寻怎么样让我们的三战公墓 满战问题解决之外 怎么样让我们的公墓 可以让它环境更好 更完善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共同的目标 秀林下面代表会主席陆彦林 感谢主任的支持 她是一感恩的心 三战纳谷墙终于动工了 今天终于把我心中的那个大石头放下来 因为今天要动工了 我非常开心 昨天晚上 我整晚一直梦到王者 很多我都不认识 有几个我曾经之前 架来三战的时候有看过他们 他们来感谢我 感谢所有的村民 他要我跟大家说 谢谢你们 终于动工之后 他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现在这次只是第一阶段的那股墙 后面还有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工程 那我也希望说 能够赶快的完工 把我们的公墓把它变成 比较人性化 比较能够有温度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现在原本是墓地 墳墓已经取决了 刚刚我跟丁主席讲说 我们现在在原来的帐的墓地上面 他说哎呦好恐怖 我说其实不会 做好之后 他真的是有温度的 跟以往完全跟上面是不一样的 我们除了扫墓以外 平常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进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完成了 大家心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能够记住的地方 108年部落资商同意前票捷通过之后 经过部落沟通 那股墙西部设计师做形式 并且经由原住民主委员会 核准动用修林乡 原住民保留地租金经费 新建预算 申请检疫 随途保持计划核定 那股墙工程发包 并且取得杂项执照等程序的流程 再经过以上繁琐的行政流程 办理动工起伏仪式 上次那股墙是修林乡第三座那股墙动工的建造 更是推动修林乡部落圣中虽远 迈向部落公墓公园画得好的开始 而本计划为了让后续那股墙工程师做 能够顺遂 办理动工起伏仪式活动 记得旧网易 休息一下吧